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這次武漢肺炎疫情是來勢匈猛 讓我們所有的中國人甚至是全世界的人 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感覺到了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脅的壓力 而現在感覺到壓力的 那可不僅僅是我們普通人、正常人 還有一部分不正常的人 不普通的人他們也感受到了壓力 那就是中共他們感受到了政權生存的壓力 因為疫情爆發到現在這樣的規模 已經覆蓋了全中國 已經蔓延到全世界幾十個國家 而且還有可能蔓延到全世界所有的國家 據美國科學家推算 可能有60%的人將會受到感染 那麼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 全世界都在質問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產生的 這種質問、這種疑問就會給中共一個強大的壓力 如果是最後大家都一致地認為,都找到了確證了 說這個病毒是中共製造的、是中共釋放出來的 或者是中共無意之間洩露出來的 那麼最後這個政權就會成為全人類的公敵 能不能夠最後生存的下去,那就要打一個大問號 所以說現在中共是急於解套 怎麼解套呢?最近這兩天他們就連續有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在2月14號 習近平主持召開了一個中共中央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 第12次會議 在這個會議上面他們根本就沒有談什麼過去經常談的那些 經濟體制改革、管理體系改革這些成槍戰調都不提了 這一次他連續說了五次生物安全 要促進生物安全的立法 這就是在向外界傳達一個信息 傳達什麼信息呢? 就是說我們中國的這個生物安全現在出了問題了 我們有錯,我們現在亡羊補牢尤為委委婉 我們要改進,我們要推動這個立法 傳達這麼一個信息 這是在某種程度上在向外界認錯 或者說為將來向外界認錯來做一個鋪墊 但是他的這種說法還是比較隱晦 還是不是那麼具體、不是那麼明確 比如說你這個生物安全它可以指很多的方面 比如說這個防疫工作沒做好 這也是生物安全出了問題 如果是僅僅是防疫工作沒有做好 那你這個政權當然是值得批判 但是你不會成為人類公敵 大家最多就是覺得你的這個管理能力不行 但是大家不會覺得你這個太邪惡了 我們一定要把你滅掉 所以說現在它這個是傳達的這麼一個信息 那麼還有另外的一個機構就出來 也傳達出來一個更具體的信息 那就是國務院在2月15號召開了一個會議 國務院的這個科技部的一個師長叫做吳遠斌 他代表國務院公佈了一個文件 這個文件的題目叫做 關於加強新冠狀病毒高等病毒微生物實驗室 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導意見 特別長特別繞口 那我都不知道我怎麼把這個名字給記住了 大家只要關注的其中的幾個字 是關於這個高等病毒微生物實驗室的 這個生物安全的指導意見 那也就是說它通過這個動作向外界傳達一個信息 說我們的這個生物實驗室 尤其是研究這個高等微生物的研究這些病毒的 這些實驗室在管理方面出了問題 所以說現在有了這樣的疫情 也就是說這個病毒從這個實驗室裡面跑出去了 現在我們得承認 這也是為將來承認這個錯誤 現在在做了一個鋪墊 免得將來大家突然感覺得 哎呀原來是這麼回事 這幫人太壞了 不是的他們現在說我們自己已經找到原因了 那我們正在準備對外界正式的公佈 我估計要不了多久 他們就會正式的來發表這麼一個文件 告訴大家這個病毒是怎麼起源的 極有可能 那不僅僅是這個政府機構在做這個動作 那還有一些所謂的科學家 由政府僱傭的這些科學家 現在也開始出來配合政府了 在昨天就有一個教授 華南理工大學的一個微生物的教授 叫做蕭波濤 那這個人是曾經在哈佛大學做過微生物研究的 然後做了海歸回國去了 應當是在這個領域的一個頂級的專家 他昨天也發表了意見了 不是在這個正規的科學雜誌上面發表論文 而是在一個科技網站上面發表了一篇文章 題目是新型冠狀病毒起源的可能性 那在這篇文章裡面 大家從這個題目一看就知道 他不是一個嚴謹的科學論文 但是他提出了一些解釋說這個病毒是怎麼來的 怎麼起源的 他的解釋是不是從武漢的那個P4實驗室出來的 而是從另外一個實驗室 一個級別低的很多的實驗室 是武漢疾控中心的一個生物實驗室 所以從那個裡面出來的 因為那個裡面現在也關著好幾百隻蝙蝠 那有些是從雲南來的 有些是從浙江的周山群島抓過來的 那這些蝙蝠就都在那個實驗室裡面 供這些實驗室裡面的這些科學家研究 他說他也曾經去過的 那麼這些蝙蝠他是有攻擊性的一種動物 他被關起來之後那個攻擊性就會更強 他會咬傷那些經常會咬傷那些研究人員 而有些研究人員可能就因為大意被咬傷了之後 不知道這個嚴重性 或者說他進行十幾天的自我隔離之後 他就認為沒有問題了沒有感染上病毒 然後就到這個社會上到處去走 然後就把這個病毒就傳染給其他人 那麼整個疫情就爆發了 他提出了這麼一種解釋 那這三個動作都是完全配合起來的 那一步一步把這個病毒起源 再向大家描述的越來越具體 最後好像是在認錯了 但是這種解釋行不行的通呢 最後能不能被接受呢? 肯定不會被接受 至少是在我這裡我作為一個外行來講 我都能看出很多很多的疑點 那更何況世界上那些科學家 那麼多的這個研究微生物的研究病毒的科學家 還有那麼多的這些專門搞情報的這些人 那麼最後他們一定能夠找得出來一個真相 跟這個不一樣的 那有哪些疑點呢?我來講一講我個人的一些看法 那第一個疑點呢就是現在有很多科學家都已經 按照他們的這個科學的素養都已經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了 就是說你這個病毒如果是直接從蝙蝠傳到人身上 這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中間的這個宿主 而中間的宿主呢?中國政府到現在也沒有提出一個解釋 你說直接是因為人吃了蝙蝠或者是蝙蝠咬了人 最後染上這個病毒那科學家說了即使是過一萬年 你吃一萬年的蝙蝠被蝙蝠咬一萬年 也很難變異出現在的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這種可能性簡直是太小了小的以至於不存在 這是一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呢就是疫情爆發了之後 你們為什麼馬上就鎖定這個是蝙蝠 然後呢馬上的就把這個華南海鮮市場給它給關閉了 而且不僅關閉還把它完全給消毒了 正常的做法那是應當把這個地方封鎖起來 把周圍消毒了但是把華南海鮮市場裡面封鎖起來 然後去研究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樣 從這個華南海鮮市場擴散到其他地方來 所以那是一個證據你現在去消毒 就是把證據全部給消滅了 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那作為這個病毒專家應當是知道 這是一個SOP是一個標準程式 你們為什麼要違反這個標準程式 那第二個疑點呢就是這個疫情大爆發之後 中共派了一個生化戰的專家陳威少將去接管武漢批貨實驗室 那生化戰的專家他當然是懂病毒 但是他跟那些病毒專家不一樣的地方 病毒專家是研究這個病毒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對人體起作用的怎麼樣變異的 到底有哪一些特性 而生化戰的專家他的專長是消滅這些病毒 把這個地方給消毒把人體給消毒 這是他的專長 那麼這個專長在武漢的這個批貨實驗室裡面 是派不上用場的 你如果是說要更好的管理這個地方 那可以在全國調集其他的那些科學家 那些專家那些管理生物實驗室有專長的那些人 那為什麼要派這個軍方的少將去呢? 那就是去消毒的嘛 那就是去毀滅證據的嘛 一消毒證據就沒有了嘛 所以說這是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這是一個疑點 那麼還有一個疑點呢 就是去年在11月份12月份的時候 同時有很多的這個部隊就接到了通知 說從今以後要嚴防這個外面的人 進到銀房裡面要盡量的減少跟外界的這個接觸 以免這個發生傳染病大流行 大家看一看這次軍隊裡面呢 現在所受到的疫情的影響算是比較小的 聽說這個校感已經有200個人感染了 那是因為他太靠近武漢了 但是這個說法到現在還沒有得到證實 現在軍方裡面的這個疫情流行的這個數據 現在幾乎是等於零 所以說這是極不尋常的 這也就是說明他們早就做好了一些防疫措施 剛才我說的這個消息呢 是現在國內流露出來的 這個渠道我不能夠公佈 但是呢今後我相信大家會知道的 那現在因為我沒有公佈這個來源 所以大家可以信可以不信 因為我知道了所以我必須想大家報告一下 這也是一個疑點 為什麼他們那個時候就已經知道了 說是有可能要流行傳染病 所以說要軍方注意 所以說現在軍方受的損失比較小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疑點 那還有一個疑點呢 就是習近平所提到的那個生物安全法呀 它可不是現在他們才開始做的 實際上在去年10月份 他們就已經開始立法起草的工作了 這個時間實在是太巧了 那12月份疫情就開始爆發了 而10月份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搞這個立法 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這中間是不是有某種聯繫呢 是不是他們早就知道了 因為在12月份的時候可能要出這麼一件事情 然後呢出了這個事情之後 我們要開始要對民間要做一些交代 是不是我們要對全世界要做一些交代 那是不是這個原因呢 所以說疑點非常的多 那麼最後如果一旦是就是確定了 科學家一旦是確定了這個病毒 不可能是自然變異產生的 只能是人工合成的 我相信這個不困難 現在美國正在研究這件事情 他們調集了所有的這些頂級的病毒專家 在研究這些事情 一旦確証了從科學上論證了 這個病毒不可能是自然變異的 那麼後面的這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是人工合成的 那麼是誰下令合成這種病毒的 那現在國內也有文章 西路網上面也看這篇文章 那矛頭直指這個武漢病毒實驗室的 一個高級教授、高級研究員 石正麗和他的團隊說他們製造了這個病毒 然後又不小心把它洩露出來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在中國的這個體制之下 科學家他的研究是沒有自主性的 尤其是武漢的P4實驗室 它不是國務院所下屬的機構 不是科學院下屬的機構 而是直接由這個中央軍委領導的 是屬於軍方的機構 在這種機構裡面呢 所有的研究項目都要經過軍方的批准 然後他們才能夠執行 你哪怕是自己有錢 你自己有很多的錢 雖然雇用了很大的這個團隊來做研究 你也不行,也必須得經過批准 更何況石正麗 像這種科學家他們手上是沒有多少錢的 他是顧不起那麼多人 那麼多這個頂級的那些 中國頂級的那些病毒學家 來跟他一起搞這個研究的 所以說這種可能性石正麗 他自己自把自為來搞這個病毒的可能性 根本不存在 那麼是不是國務院下令呢 也不是國務院也沒這個權力 他也沒有這個動機啊 李克強就是管經濟的嘛 他為什麼要下令說你去研究這麼一個 能夠危害全世界的病毒啊 有這種動機的,有這種權力的 只有一個單位 就是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甚至說只有一個人可以下這個命令 那就是習近平,軍委主席習近平 所以說只要承認了,只要論證了 這個病毒是由人工合成的 那麼就可以釘死他們一個罪名 那就是反人類罪 當然了這裡面還有區別 如果這個病毒是他們製造出來的 但是呢是不小心洩漏的 那麼他們還有自己給自己的這個緩轉的空間 因為他說啊這個我本來製造出來 在科研過程當中啊不小心製造出來了 製造出來我們就把它保存起來了 那沒想著要用等待今後再來研究 但是沒想到啊有些意外的事情發生了 然後給洩露出去了 他可以這麼說,他當然是有罪的 他們當然會被全世界當成是最無能的政府 但是呢大家不會把他當成惡魔 不會啊說啊大家現在群起而公之 趕緊把他滅了,要不然呢他會危害全人類 可能就是會給他這個斷絕好多種的這種 這個軍事上的聯繫啊科技上的聯繫啊 甚至是在貿易上是在外交上面的 給他施加各種各樣的壓力,給他製造 從從的困難讓他今後很難辦 但是呢不會說馬上大家組織一個聯軍 那一百國聯軍兩百國聯軍把他給滅了 那麼如果是最後論證了說就是他故意釋放出來的 這個政權呢很快應當說按天數 班子直頭都可以數得過來 一旦論證了之後他就可以滅亡了 那個時候他們內部的那些沒有參與此事的人 那就要大張旗鼓的、理直氣壯的去搞政變兵變 所以說一旦證明了,那是故意釋放出來的 他們就完了 那麼現在習近平呢他搞這麼多動作 要想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的呢 那就是金蟬脫鞘啊 大家都看過美國的有一些犯罪片 有一個犯罪分子在街上殺了人了 當時周圍都沒有人看見 但是後來這個警方和檢方 大家通過各種各樣的資料證據收集 最後這個證據鏈形成了 這個人就是你殺的 最後把他拉到法院裡面去受審判 那這個罪犯也知道 現在我沒有辦法擺脫這個殺人的罪名了 但是呢我現在應當怎麼辦呢 那些狡猾的律師啊 他們就有一種既定的策略 就是我承認殺人 但是呢我不承認是故意謀殺 殺人罪和故意謀殺罪啊 那是完全不同的 在量刑上面完全不同的 所以說現在習近平呢就是在採取這個策略 那我承認這事情搞砸了 引起了很大的災難 殺人了 但是呢我不是故意的 這是疏忽洩漏所致 而不是人為的故意的去釋放 現在他們就是採取的這個策略 但是呢我相信 我相信呢壞事做多了 最後一定會留下很多的蛛絲馬跡 會留下很多的破綻 現在這些破綻就要等待 中共體制內部的人來把它展示出來 然後呢一旦展示出來了 這個政權就會被釘死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面 這個政權呢就絕對生存不了 好那今天呢我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